其實我目前最怕坐他的車 你這個不是乾地胎嗎 不過當然不準啦 因為 我本來是要買7.5代 我那時候買不到耶 說真的車很少 現在呢 一樣車很少 這台雅各看起來很兇耶 我們禮貌讓一下 這麼大的車對不對 在這種山路上 我開K8耶 看你有沒有把我K8放在眼裡啊 大臣 哇 是阿東 你剛剛放我K8 呃 雨天的山路 放我的K8 我上次還放掉他的薩膀 喔 我的胃 那是另一部廣告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剛剛那一段純屬打迪賽 但是說真的 雅各7代3.0 真的很快 這台車你當初買多少錢 5年前買29萬 幾年車 10年車 現在買還買的到嗎 買的到而且更便宜了 不用20萬啦 因為這個不是什麼經典車款 我本來是要買7.5代 就是因為黑內裝啦 對我也是因為黑內裝 我那時候買不到耶 說真的車很少 現在呢 一樣車很少 真的只能看緣分 像我當初是想要黑色的 是 結果一直沒有車啦 所以主要是車款好 然後7.5代黑內裝 你就拚了啦 對啦 因為這個顏色其實還蠻好顧的啦 開過這個車的 應該都知道 什麼叫耐用度 啊真的 因為我7代8代3.0 V6 我沒花到什麼錢 我目前也只有換算是耗材啦 你這台車牽的時候幾公里 19萬 19萬一般的觀眾聽到 可能就不太敢買 19萬真的是有點高啦 對啊 好那你現在幾公里 我現在快27萬 前車主到賣車前一個月 才在原廠做完最後一次保養 這麼完整喔 就是因為這麼完整我才敢買 既然都原廠保養 相信所有的Honda fans應該都很清楚 大家都會叫你 變速箱要有回原廠換 這台也是嗎 這台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我是自己去原廠買油 你也是換原廠的 對我也是換原廠的油啦 因為Honda就是聽說會挑油嘛 對啊 我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也都是從一而終 ATF Z1 而且3.0的變速箱 又是號稱玻璃變速箱 結果你反而都沒事 對啊 其實它的公單裡面沒有修到變速箱 我其實買車就一直在等 好 現在還沒等到 囂張 有一個點 二退一 會有那種頓挫感 你的有嗎 沒有特別注意 那就是沒有 有些人可能起步的時候 禁止到開始就喜歡種彩 這個可能真的比較傷 那我自己是一開始會比較輕輕彩 Honda的V6 都是正式皮帶喔 對啊 就是我想講的 因為它是正式皮帶 所以你換正式皮帶的時候 費用就會稍微高一點 3萬塊以內應該可以做起來 像一些 墮輪 飛輪 然後油風 對對對 水龜水棒全下 對對對 比較特殊的話就是動力棒譜 這個好像真的就是通病 幾公里的時候遇到 大概24萬的時候換的 這樣算通病嗎 這樣講好像也是 一台車你用20幾萬公里才遇到 很多人可能一台車一輩子開不到15萬吧 它的引擎腳還算蠻貴的 它三支油壓嘛 我6顆換下來2萬多塊 這個是比較驚人的啦 但是換個角度想 換一次引擎腳可以撐好久 有在挑選旗艦房子的朋友 引擎腳 可能都是差不多這個價錢 對啊差不多 2.0的機油要4.5罐啦 3.0只要4罐 怎麼那麼有趣 對很有趣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我 我也才選擇3.0 豪華旗艦房車 它的保養維修就會很貴 但雅哥給我的觀念就是 完全顛覆 在我的心目中 這就是一台很經濟實惠 又很可靠的豪華旗車 為什麼你會想要用這台車跑山路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只有這台車啊 靠 好啦我先說我個人的經驗 因為我原本是雅哥的7跟8的車主 那我都是屬於原廠設定的朋友 它開起來沒有像豪華大車的那種笨重感 對啊 其實雅哥它其實做的很明火 甚至下一代的8代雅哥 車子更大 但是反而更靈活 對啊 所以這個也是我很深的感觸 但是8代3.5有個缺點 就開起來沒有像大家想的那麼暴力 你覺得最需要注意什麼東西 它有什麼困難 我覺得煞車要稍微升級一下 雅哥的煞車都不好 因為它車子畢竟大也重 那你如果要跑下坡的話 煞車真的是一個負擔 那你後面會不會飄 如果跟8代雅哥比會小飄 如果在極限操作的話 但是我覺得還在可以接受範圍 不會讓你到害怕也不會失控 稍微修正一下就好了 講的很輕鬆 但是這個車確實開起來就是很輕鬆 上次那支影片把我的SARVA95260p 快了多少 0.5秒是不是 哦 差不多 但是有很多眼尖的觀眾發現你有內寫 你的轉速跟人家不一樣 哦對 這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 來開個引擎蓋 這一塊直接換成 J35的經濟奇怪 雅哥3.5嗎 應該是Legend的 買下來大概6000上下 殺肉件 這個沒有殺肉件 這個都是要特地從外國國外買回來 節氣門有加大 拋光 電腦公有寫過然後 延轉 我這樣開起來 整體的反應好很多 不會掃機油或溫度過高 什麼都沒有 完全不會 我以前在開最大的感觸就是 我的再加速沒力 雅哥的V6這台車啊 網路上有蠻多人會說解電子線速 這個你為什麼沒有考慮 因為不是那麼簡單 對有些車友要比較特殊的管道 特殊的程式才有辦法破解那個線速 當然解的車友跑到250沒有問題 你以前也開過嘛 就是直直直上去了 他就是直直直直到那個電子線速那個地方 然後停住 也不是什麼轉速不夠用 也不是沒力什麼 就是直接這樣 這樣就到了 然後就沒了這樣子 對啊 那後來因為想說我也開不快啦 解線速對我來說就沒什麼用 反正我們就喜歡在山裡面討生活 好簡單的車 這個車就是因為 它太簡單 但是又很好用啊 我們接下來 就不是很重要啦 但是我們想要試看看 雅哥 然後這麼大一台車 又3.0頭那麼重 然後又配了一條 S007A 這種純乾抓的輪胎 我們來跑下雨天的瑞芳下坡道 那為什麼叫瑞芳下坡道呢 因為我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然後它又可以去瑞芳 所以我叫它瑞芳下坡道 GO 因為這裡 我覺得也開不快啦 你雙雙雙雙雙雙 二檔 二檔你就夠了 其實我目前最怕坐它的車 壓力很大 你這個不是乾地胎嗎 實地的話你自己要知道說 輪胎的極限在哪裡 哇這個底盤完全沒有側傾耶 有跑過這條路朋友應該知道 它的路況其實沒有到很平 所以說避震器的強度 滿重要的 你這個第一次跑嗎 對 真的假的啦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山路其實都差不多啦 好像是喔 設定成這裡是一個中低速的 大概就知道節奏 道路的設計理念大概就這樣 對啊 你不要開太快就好了 剛剛那個水溝蓋也都沒在怕了 你沒有踩不是嗎 那個就是要踩也不是不踩也不是吧 給 strokes開豪華大車 這幾乎都很像的彎 好彎嗎 有點無趣 我覺得還不錯 節奏還不錯 快不起來 但是你也會很忙 我曾經在很年輕的時候 跑這條路的時候 凌晨三點 上坡窗戶打開 有一團白白的東西飛進來 我馬上掉頭回家 那我該繼續開還是怎麼樣的 這條路幾乎沒什麼車 大概就是要能把握 後面這個最漂亮的 這個要小心 這個彎牛大 對啊 這個很深 而且它是兩個APEX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前面衝 衝得太慢 或衝太快 很容易最後轉不過去 沒錯 所以就放慢一點就好了 有沒有覺得你的煞車在哀嚎 我真的要抓了 因為這個有個跳台 我真的要抓了 因為這個有個跳台 我真的要抓了 因為這個有個跳台 好 結束 就到瑞芳工業區就結束了 結果我除了重溫這台車的動態以外 我還順便想要體驗一下 S007到底它的絲抓有多誇張 爛到多誇張是不是 其實真的 蠻滑的耶 蠻滑的嗎 對啊 對啊 再扭 再扭 是不是 對 在扭啊 不過當然 不準啦 因為 你看 下坡的時候其實有點過熱了 是不是 我覺得 可能你開比較快 因為剛剛前面已經跑很多了 而且前面其實也都 算是壓力給很大 沒有 它開溫不會那麼快降 對啊 應該是你 開得比較快 沒有 好 那我開得比較快 阿遠講的 防滑循跡吃到飽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 這條胎喔 你要跟它這個滑共存的話 就OK了 對啊 我現在在適應它 其實S007它確實 雨天 你如果要跑的話會滑 但是它不會讓你滑到整個滑出去 我覺得其實不糟耶 是不是你習慣以後 就是像我說的 嗯 稍微 稍微秀一下就好了 稍微秀一下就好了 它是可以控制的 它是 對 可以控制的滑啦 不會讓你覺得 心驚膽戰這樣 它不是完全空掉的那一種 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 乾地很強的台有沒有 它是會空掉 喔對 它這個是扭歸扭 滑歸滑 但是它是抓得住的 這裡稍微尊重一點 你就是稍微 油門放一下 或者是 方向盤稍微打一下 那個抓地地就回來 根據我以前用 PSS的經驗 是 S007的濕抓 我覺得有它的 七層 當然每個人的體感不一樣啊 喔 對 因為我雨天說真的 我也 雨天真的就慢慢開啦 對啦 假設這樣講啦 對 那剛剛不知道在開什麼啦 但是像高速公路的排水性完全就沒有問題 因為它的胎溝是做完全直的 喔 你看牙哥真的是很好開 這台大車真的有過靈魂 欸我們可以這樣子跑欸 我們用什麼 我們不是用豪華大車的方式在開 我們是用小車的方式在開 幫K8再開 幫K8再開 幫我們直接給它開下去了 沒有在怕的 直接丟了 跟我之前那台七代的那個TCS 真的不一樣 做動的方式是不是 真的不一樣 欸真的不一樣喔 我這樣講啦 TCS應該只是會切油門 然後我這個是VSA 它 它似乎會幫你獨立煞車 它有在協調 對 所以我剛剛有幾個彎 其實 如果一般那種豪華房車的話 它其實是不會理你的 會丟 可能第一個沒辦法加速 第二個就是你硬加速的時候它會往外拋 可能前輪就會有點帶空轉 然後它這台是不空轉的喔 這台會 它很會幫你啊 但我們一開始還是扭了一下 但是你扭你並不會spin 對真的 我突然也很想要 換S01去 換S01去 我就一直跟你講 你的95一定要來一組 這個濕抓很OK啊 但是這種車重 然後你用方向盤硬扯的 這樣硬扯你看有沒有 欸它都不會失控 可能跟同級的F1 A5 或PS4 S還有PS4 它真的是略差啦 但我講真的只是略差啦 那價格咧 價格不貴啊 跟同級的比不貴 但我在想會不會有一部分是跟你的VSA有關 我覺得沒有 你覺得沒有 因為我七代的車友本來裝PS4 後來也是因為跟我一起出去跑的關係 直接怒換一組007 它跟我的反應是差不多啦 這個輪胎真的很抓 欸真的很抓欸 其實像這種 地上是在積水濕滑的路面有沒有 其實剛剛就有點在著動 車子在幫你 對啊 其實像剛剛那樣是失誤的 但是它這個我覺得容錯值是有的 因為它的胎紋不是那種奇怪的胎紋 它就是直的 四條直的排水溝 所以你經過積水 其實它也不會滑 就直接壓過去這樣 直接壓過去破水 現在性能胎 性能接胎啦 幾乎都做這樣的胎紋 就像剛剛那種 騎彎 雕磚 很複雜雕磚的 我反而會激起我的痘子 然後我們現在這樣順順的開 優先開有沒有 底盤也不會說這樣 會亂跳亂扯 也是舒服舒服的欸 因為這個設定 其實我就是以家用 帶小孩 帶老頭為主 跑山路真的是它附加的價值 欸你看我們那個鏡頭這樣看 我們人都沒有這樣上下上下扯有沒有 欸這條胎的舒適性也不錯欸 S007其實偏硬 但是這個硬是我喜歡的硬 不是那種軟腳或者是像石頭胎這樣 我覺得它是算支撐性很足的硬 這樣子的支撐很棒 欸那R1004欸 我今年會幫我老婆的車換上 到時候就可以一起來分享 我真的試過很多F1 A5 不管用什麼車 在彎中你只要油門補下去 或者是你放在板 在有點微微調整的時候 它是空掉的 這樣阿東是輪胎終結者喔 我也不算是輪胎終結者啊 我只是帶著尊敬的心 尊敬的心 對 Show my respect 我突然又很懷念雅哥這個大車 我最後想要講一句話啦 如果今天Sava95那一台跟雅哥7代3.0的話 我會選這一台 因為這種動態是我本來就喜歡 我本來就習慣 我等於繞了一大圈之後又回來找到它 這一點讓我有點難過 有點難過 對啊因為我當初就是覺得雅哥太無聊 所以我就出去闖開了很多車 但是整體的實用性還有調性 還有靈活度 繞了一圈之後回來是覺得 雅哥7代8代真好 可能就是本年造車的初衷啦 便宜的價格賣給你一台性能還不錯的車子 而且只要小小提升就有大大感受 好啦今天影片先到這邊 下次我們再來繼續分享雅哥一系列好不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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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